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今天晚上美股修饰 独立今天日嘛 其实他昨天就已经提早修饰了 开盘开半天而已 但是你特别要注意一下 那么趁着今天晚上美股修饰 这台股创了历史新高 这个是替观众朋友你开心呢 还是要替你难过呢 这我就不知道 但有赚钱当然是ok啦 那没赚钱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难过就是 调整一下思绪 重新出发嘛 对不对 你像今天那个福庆 那我跟你推荐你就不要买 24块4 结果呢24块4.5是涨停板 那也有人说我这样不准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就是20块不买嘛 24块4 你也说没赚 那不知道怎样才是赚 因为创新高啦 那台积电的话应该是大家都赚啦 因为散户股民一定是拍拍手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叫做历史的一刻啦 会不会是最高点我就先不讲啦 因为我也是替你开心啦 那你好棒棒喔 那持有的人恭喜你啦 那7月18号是法说会啦 那法说会到了没 还没有嘛 现在才4号而已嘛 那法人会问什么问题 听说现在外国分析师已经在 网路上面已经开始在开问了 那接下来 因为他上了1000块以后 每跳动一个Tick 就是5块钱 所以现在指数波动会很快 而且很大喔 你在动不动开盘 可能跌400点然后收盘变平盘 然后这是正伏就400点喔 所以现在的指数的波动幅度啊 都动不动就是 4500点 4500点起跳 你看今天这样 不算平盘的话 一开盘这样 昨天你这样上来的话 就像我策标写的外资是惨亏啊 他2万到今天应该是2万6千口的空单啊 棋子让一天涨了400多点 他亏20几亿耶 而且他不是持有一天 他这个月以来都是2万多口空单 他一直输耶 输了 我算了一下大概输了1200多点 每天这样子他会疯掉喔 你说老师他可能今天外资买了300多亿 他买股票买300多亿 近买超300多亿 不代表他赚300多亿耶 可是他期货这边就先输掉二十几亿是真的 所以我策标给你写说外资是惨亏啦 所以有时候你事情要看多方面去看啦 不是说什么什么 老师他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涨350点是确定啦 收盘啦 那千元的台积电也看到了 那同样啦 那个重电股的股王 华城也看到1000块啦 所以台股未来的货福很难料 因为之前我们去估算啦 台积电涨一块就是大概指数会影响大概9点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他跳动一次就是5块 那5块的话就是大概指数就波动45点 45点所以他可能台积电可能打个喷嚏的话 可能指数这边就动不动300点500点再跌 搞不好碰解上下去 没有人可以估算 所以有时候好事跟坏事这很难预料啦 没有说什么一定好或一定不好 但是就是说你要知道游戏规则可能慢慢再做改变 那特斯拉昨天又涨了6% 这一波特斯拉从140吧 涨到早上我看的话大概240 那我想说他财报应该很好 没有啦 第二季拿出来的交车数啊 居然是比去年还衰退 卖不掉 就股价大涨 这让我想起什么呢 奇怪他东西卖不掉 股价大涨 这也是蛮好玩的啦 你像最近有些股票涨得也是很疯狂 我随便举例 你像这个智胜 智胜最近在狂飙嘛 5月份赚多少 0.3 0.3好像很多嘛 可是他现在是215 那5443的均好也是 那5月份应该是大赚喔 他5月份赚之后 从50块涨到105块啦 那你去看一下他赚多少 赚0.27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股票站在标喔 他是在看筹码 他不是在涨基本面啊 你是涨基本面拿出来看 你就觉得 有没有搞错 就是没搞错 你没有看错啦 就是有时候你股票啊 你在追涨的过程中 你稍微要看一下基本面 他到底拿出什么样的 获利数字 营收数字啊 不然喔 你追了以后 可能啊 你就不小心就要买单了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因为 我也不要挡人家财路 对不对 你说什么 什么安可啊 再回到25块让你买 不可能 不可能嘛 你看今天又 差点又涨停板了 又拉到块涨停板了嘛 37块了嘛 37块4嘛 为什么这边不买 为什么秀图卡你不买 耍流氓嘛 耍流氓啊 每天都来耍流氓 老师你可不可以喔 股票先跟我讲啊 老师啊 你可不可以喔 股票先都不要遮喔 怎么样给你赚到钱再说 我们都没遮啊 你怎么还赚不到 这样子喔 你的心目中只有君豪就对了 你像昨天我们也给你推荐 九豪啊 九豪拉尾盘拉上去 不过早上我们有赚的时候 我们就转进了 你看尾盘也是拉上来 有没有人在里面 昨天就已经大涨了 今天在拉到快涨停板了 有没有人在里面 当然有啊 那有没有赚到钱 再看看嘛 对不对喔 今天美股修饰啊 不用什么晚上看夜盘 什么不用啦 但是你就是要了解一下说 接下来那个游戏规则 会慢慢做 你要自己要做调整 要去适应 对不对 你可能 就像我刚给你举例的 台积电可能一打个喷嚏 你看到 为什么开盘就跌500点 为什么这样 因为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消息 这个你要去适应 要去做调整 所以指数的空间震动 会很大 又快又大 所以你这边你要做调整 浮信这个6月25号 我们就买进了 20块3 20块4 你不买就算了 反正今天24块4了 差两成了你不会买了啦 要骗人了啦 你懂我意思喔 这个也不用讲 这个差了四成了 都37块了 超过40%了吧 融资赚一倍了耶 老师你说第一阶段先回禁止 那有没有看到 现在37了 有嘛 有超过禁止了嘛 对不对 那也是赚钱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大股东在做多嘛 还好我不是买莱德 我跟你讲 还好我不是要买莱德 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听到消息是里面要做 跟你讲 莱保也涨了很多 莱德集团就那三四支嘛 对不对 加一个玉德嘛 莱德自己涨最多 二四三九 二三四九 莱德涨最多啦 谁涨最多 看他们资金在调动 他们集团资金在调动 我就知道说他们资金要做了 那消息没错吧 只是我是比较有良心 我挑一个第一季还有赚钱 就啊 就涨最少 涨了四十几%而已 这里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六十% 六支涨 你满算六十%好不好 就这样啊 怎么没有消息 有啦 这股票一定会有消息 我跟你讲 股票跟你讲会有消息 我跟你讲会过前高二三点六 不理我欸 老师你会唬烂 乱讲 这公司好烂喔 辅导老师还是怎么样 辅系你都没听过 噗咿咿咿咿 过高 有没有过高 我没有骗人 我没有说到做到 有没有过高 我没有骗人 我没有骗人喔 这边跟你讲你为什么不买 你看 20.45 没跟你没跟你讲吗 那为什么赚不到钱 就像我跟你讲嘛 我昨天跟你讲说 这张股票半年没有涨 我说蒙虎要睡醒喔 我说欸大老板去买82块4 这股票半年没有涨 你要注意 老师那是哪一支啊 老师那哪一支啊 有用吗 你想要赚钱吗 不是你真的想要赚钱吗 对不对 有观众朋友在问说 欸老师啊最近那个十全啊 你看好十全嘛 最近都没有涨耶 你知道他上个月的营收出来了 又创历史新高了 那我问你明天是不是又跳空 又跳空上去了 这高点不就会过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嘛 营收出来啦 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那你觉得获利呢 获利就不会差了嘛 对不对 我不是这边给你推荐了嘛 我也不是这边给你推荐了嘛 我这边给你推荐了嘛 低点买嘛 不是等股票涨上去也再来抱怨 我觉得很多投资人都很奇怪 哎老师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我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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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啦 不然你这样好了 还给他打三天一次 没有帮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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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什么 老师啊今天喔 本来要创新高了 哦 尾盘又没有涨停板 哦我觉得你有肉肉咖 每天都有创新高 你在怕什么 昨天六千张 今天五 昨天六千张 今天五千张耶 他只是没有跳功涨停板而已 当然我是想先跟你讲 我说 你一定是要等利多出来了 才要买嘛 我就跟你说 这边买的人 你去查一下筹码 是不是没有卖 他敢这样给你 A的四支涨停板 我就不怕他喷啦 你懂为什么 这边敢买的人 到这边洗了一个半月都没走 你觉得他只是要这样子而已 你会不会有点太一厢情愿 乌企贤唱的那个太傻 你是不是太傻 太喜欢乌企贤了 是不是那首歌太傻 这么傻 不知道 看看再说嘛 老师长上去再说 我跟你说 老师那个上海有那个机器人大展 我今天看到很多新闻很好笑 所罗门涨上去的 尾盘稍微跌下来 稍微早涨一点 然后什么什么 全球传动在涨 然后又看到什么 河村也在涨 然后看到广民也在涨 我说奇怪 你们都不看一下基本面 到底谁获利最好 跟你讲就是宝达 宝达他是跟日本人合作 你看那一天喔 那一天也很好笑 那天突然 突然间拉涨停板 欸欸欸欸 欸股票喔 欸你要连续涨啊 我才会去追嘛 欸欸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就你的喔 我跟你講很多投资人都好天真喔 就是太喜欢乌企贤的太傻 真傻 真的我很想讲的就是真傻 不然就耍流氓 那老师我跟你说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段话嘛 帮帮我 你真的想要赚钱的 趁这个机会 打个电话进来 跟我助理聊一下 我明天见